再来看到的是我们台湾这边 其实买中古车最担心的 就是里程数被人家改过 在彰化这边有一个经营中古车 生意的蔡姓跟游姓男子 他们涉嫌找人去改这个 汽车的里程数 让中古车价格暴涨 其中甚至有一辆轿车被调低到 20万公里 那检方他们调查之后发现 其实他们每部车都大概花了500块 去改了这个里程数 那前后呢大概有16辆车 不法获利多达100 21万被检察官 以诈气罪起诉 为在彰化这两家中古车商 老板赛姓男子和游姓男子 涉嫌找人修改中古车里程数 让车子价格暴涨 甚至有国产轿车 里程被调低了20万公里 当事人车商网站上一堆负贫 有人买了车子一直出状况 有人批评老板收了定金之后态度差 车子问题一堆 更有人痛批 事故车还拿出来卖 一颗心都不想给 两名业者花8000元 串改里程 不法获利121万 被依诈气罪起诉 业者拉下铁门不回应 电话也没人接 其他中古车商表示 只要接上一种专用的调表电脑 十几分钟就能串改里程数 他们专用的电脑 可以迎接到我们车子的仪表 民众买二手车 要怎么判别车子里程数 除了查车子的行销电脑 还可以到监理站 调阅车辆的验车里程数 或者回原厂 调出车子的原始资料 都能查得到 最简单的判别 方向盘如果磨损脱皮 里程数至少都在40万公里以上 另外车子的水箱盖或叶子板螺丝 如果有换过 或者引擎盖门板胶条有更新 都可能是事故车或泡水车 民众如果真的不放心 可以透过认证车商买二手车 以免受骗上当 华氏新闻黄腿一样 钟影谢综艺 彰化报导